花莲路跑界年度体育盛事 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2月19号将在美轮田径场登场了 而为了回护竞赛场地安全 以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 当天凌晨5点起到下午2点止 花莲市与吉安祥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 请用路人配合绕道 以免危机自身以及选手的安全 花莲路跑界年度体育盛事 2021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2月19号将在美轮田径场热情登场 为了维护竞赛场地安全 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 当天早上5点钟到下午2点钟 花莲市和吉安祥部分路段 会实施交通管制 我们在2月19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六 将举行太平洋纵谷马拉松的一个赛事 那活动地点也是在美轮田径场 那我们也是要提醒所有的乡亲朋友 因为我们在附近周遭的赛道 附近周遭都有做一些交通的管制 从早上5点到下午2点 那也特别感谢花莲县警察局 还有我们花莲县警察局 花莲分局的一个大力协助 让我们能够做相关的交通管制 那我们也请所有的民众乡亲 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计划 那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也让更多的乡亲朋友们 或者是让到外地来到花莲的所有好朋友们 能够感受到花莲的热情 再次的提醒大家 最后还是要呼吁大家 进到会场一定要做好防疫的一个安全标准 那让我们的赛事能够圆满顺利的举行 这场赛事去年10月开放报名 有7000多名选手参赛 起跑地点是美人田击场旁边的海岸路出发 管制路段包括了193县海岸路北上 到明泉路口行经中心路口全线交通管制 明泉路行经明泉5街口到明泉6街口北上交通管制 明泉5街东旭关海酒店前路段交通管制 港口路南下到中美路口行经中心路口全线交通管制 两盘自行车道从景观桥85度西南下 行经花莲大桥自行车道全线交通管制 台11丙线行经花莲大桥往东路段到15.3公里交通管制 华中路部分路段交通管制 在管制期间请用路人绕道 以免绕成选手的安危还有交通冲击 介络会欢恩室报导